英国首都伦敦一座收藏了多幅著名画作的地标建筑 萨莫塞特宫传出了大火 火灾发生在部分屋顶 伦敦消防队出动了超过100名消防人员 并成功扑灭火势 庆幸的是没有造成人命伤亡 建筑物内的画廊艺术品也没有受到影响 起火原因目前还不清楚 萨莫塞特宫的部分屋顶 明显可见滚滚浓烟直冲云霄 这起火灾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六 共有125名消防员和20辆消防车出动到现场灭火 起火原因还在调查中 萨莫塞特宫信托基金会也透露 火灾发生在建筑物的西翼 这个区域主要是办公室和后勤设施 没有存放任何一件艺术品 由于建筑物年代久远 并且设计独特 为初期的救援工作带来不少挑战 因此消防队员将继续驻守现场 直到星期天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开业 明镜需要您的思念 地区 明镜aine 明镜 最低